接下来凌卵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 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 供应有保障 按照现在的面积和再甜蔬菜的生长测算 为我们国家14亿人每人每天提供三斤菜是完全有保障的 这个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 本月20号 教育部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乐系列活动 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出系列专场招聘会 供需对接大会 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等三大系列活动 来促进2022届高校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11月20号至23号 京东第三轮寒潮席卷我国大部地区 这次寒潮降温并不是四冬型 但降温持续时间较长 累计降温幅度大 像黄淮 江淮 江南北部等地 局地降幅可达14度以上 预计今天至明天将是本轮寒潮过程 大风降温影响最为广泛 也最为猛烈的时段 全国20个以上省区市将受影响 近日 上海为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首推2000兆家庭宽带 可以同时支持256个智能设备 市民在家中就可以享受毫秒级网络食言 超千兆高带宽 256个智能设备连接数的优质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